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算命瞎子说他一生命苦,但他遇到了改变命运的地藏经 小的时候,张居士家人抱着张居士去村口算命 算命瞎子算完以后,叹了口气说,这孩子凭见短命,一生命苦 最后没有收钱,让张居士一家还是回去吧 张居士爹妈听了差点气得掀翻瞎子的算卦摊 瞎子的话仿佛魔咒一般,张居士竟然真的从小体弱多病,三天两头跑医院 而且张居士出生以后,张家的家运可以说是越来越差 刚开始,张家人还觉得是巧合,久而久之,也逐渐不喜欢这个儿子来 觉得儿子天生晦气,带摔了全家运势 几年以后,父母生了一个健康乖巧的妹妹,张居士更是被无限的边缘化 就这样,张居士从小活得可谓是七七惨惨七七 别人家的男孩,在家里是宝贝,是皇帝 张居士在家是草剑,任何人都能踩一脚 在非打即骂的生活中,张居士也很自卑 他很想通过自己努力光宗耀祖 也好让家人多爱自己一线 可是不管怎么学习都考不好,最后拼尽全力 勉强念了的三流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也不是很好 学上加双的是,张居士的妹妹从小成绩就好 轻松考上了某11本大学 妹妹的优秀更让张居士羞愧不已,无地自容 因为自卑,张居士工作数年也没有女朋友 用张居士自己的话说,没有女孩会选择这样的男人 看出父母失望至极的眼神,张居士心在堂写,万念俱灰 当科学和道理已经无法平复痛苦的时候 灵性就会引导有缘人踏入宗教的大门 这是上苍的提醒和后爱 某年,张居士的公司组织外出旅游团建 地址在著名的地藏菩萨的道场安徽九华山 这里山清水秀,香火旺盛,是很好的旅游天堂 不仅可以游玩散心,还能给家人烧香祈福 张居士也随着导游参观游览 这个时候,一本地藏菩萨感应录映入他的眼帘 张居士一直想带点九华山的特产 又苦欲不知道买什么,正想着要不要带本书走 这时,一旁的师父倒是很热心 看张居士犹豫,随即主动地跟他聊天 同时热心地介绍起地藏菩萨文化来 张居士随口问,这本身多少钱呀 师父友善地说,这是免费结缘的,您就拿走吧 张居士很诧异,这本书印刷美 既然免费拿,看这个和尚一脸真诚 也没有要钱的意思,于是拿起书本回到家 张居士的本意是带点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 他不知道,这本薄薄的地藏菩萨改音录即将改变自己的一生 改音录带回来以后,张居士把它放在了书柜里 当作旅游纪念品来收藏,一次也没有打开过 次年是张居士的本命年 那个时候,张居士已经三十好几了 同龄的同学朋友们都家庭和美,事业有成 妹妹也在某大型公司蒸蒸日上 而自己毫无成就,孤身一人 午夜时分,总在崩溃的边缘徘徊 无数次想到死 这热闹美丽的世界,自己却仿佛是多余的局外人 某天周末,张居士给自己的小公寓打扫卫生 擦书柜时,那本地藏菩萨改音录映入眼帘 张居士突然突发奇想,也可能是素食缘分成熟了吧 他擦擦手,第一次翻开这本书 坐在凳子上阅读了起来 这随手的一次翻阅,竟然整整看了一个下午 直到那天都黑了,肚子提出抗议 才勉强把张居士从书本里拉回到现实 看完书后,有种强烈的念头从张居士脑海升起 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张居士对地藏经升起了强烈的信心 在张居士心里,尤其只有地藏菩萨能够带自己渡过难关 张居士不知道书里的地藏经是什么 在哪里买,但是他认识地藏菩萨 当年旅游,自己还投了十块钱在功德乡呢 于是张居士开始以十二万分的诚心 每天下班以后念诵起地藏菩萨圣号来 别人下班都是一文心的一家三口 张居士下班回家,只有冰冷的单身公寓 他索性把所剩不多的精力 热情和对未来,对现实的失望与痛苦 一股脑地投入到念诵地藏菩萨的圣号中来 不知从何时起,原本抑郁痛苦的自己 因为每天有事做了,开始不再迷茫 心情不好的时候,念累了的时候 他就用那本感应录来激励自己 张居士相信,只要自己能够虔诚精进 地藏菩萨一定会加持自己 就这样,每天精进念诵张居士 心情也越来越好 原来,一般般的同事关系 可能因为自己越发柔和,竟也有所好转 然而,地藏菩萨并没有给自带来预期的 好报 年底,张居士是慢慢觉得自己身体乏力 浑身浮肿 刚开始,他还以为是劳累过度或者营养不良 但情况越来越严重 只能请假去医院检查 查出来的结果简直是晴天霹雳 他得了肝腹水 张居士从小体弱多病 这次直接得了肝腹水 毁灭性的打击,让张居士眼前一黑 排山倒海的绝望吞噬了他 他不知道自己活在这市场意义是什么 无论怎么努力 老天都在给他开玩笑 难道自己真的跟小时候算命瞎子说的一样一生命苦 肝腹水会不会恶化为癌症呢 成年以后 张居士都在和悲惨的命运抗争 肝腹水确诊以后 他终于忍不住抓住化验丹流泪 那天 他没有念诵地藏菩萨圣号 哭着就睡着了 如果这是一场梦 何时才能梦醒 当天夜里 张居士做了个非常清晰的梦 梦里他清楚地知道 这就是自己的前世 和今生体弱多病不同 张居士的前世竟是个恐无有力的男人 只是他没有用自己的力气立国立民 而是做了个屠夫 那一世的张居士 因为下手麻利 刀又快 徒宰生意非常好 宰杀了无量无边的生处 就是这样一个的屠夫 竟然生了个吃斋念佛的女儿 张居士觉得特别丢脸 没少打压讥讽女儿 女儿很努力 想缓和和父亲的关系 但是屡屡失败 女儿只能每天默默为父亲祈福 祈祷有一天 自己的父亲能放下屠刀 幡然醒悟 从此不再杀生 然而张居士还是杀了一辈子的生 杀到晚年 老得拿不动刀为止 晚年的张居士杀生果报现前 浑身病痛 苦不堪言 弥留意识里 她对女儿的劝告若有所误 也产生了后悔之心 然而一切都晚了 女儿看住被病痛折磨的死去 活来的父亲痛不欲生 开始效仿地藏经理的光木女旧母 到处给张居士送金做功德 最后张居士还是饱受折磨的咽了气 张居士死后 因为滔天的杀业本应堵入恶道 幸好有杨士的女儿到处做功德 再加上自己晚年的真诚忏悔心 得以保住人身 投身成为贫贱命格的人 看来杨士仁给亡者做功德 只要诚心真心 亡者的确可以受益 因果就像一面无情又严格的镜子 你怎么对别人就反射给你什么 前世张居士 践踏女儿对自己的孝心和好意 所以今生的张居士不管怎么努力 父母都默示讨厌自己 因果让张居士被迫品尝自己过去施加在女儿身上的全部负面情绪 不管你愿不愿意 而过去是仗助自己恐无有力 屠宰一辈子的张居士 必然背负无数被杀众生的怨气 所以今生体弱多病 凭见孤苦 而地藏菩萨的愿力和慈悲力 也在默默加持着今生的张居士 原本张居士的命运 应该随着剧本所写的《多病早亡》 却因精进念诵地藏菩萨圣号后 众业轻报 转为了甘腹水 前世的女儿 今生是否和张居士相遇呢 她就是当初张居士去九华山旅游时 友好热心地跟她介绍感应录的僧人 女儿化为僧人 再次督付走入佛门 这个时间 如果有什么接近神性 那就是爱 修行最终的源头 一定是爱与智慧的结合 前世女儿一片孝心 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生生世世关爱和庇护住自己的父亲 轮回一生 不过黄粮一梦 梦醒之后 张居士终于醒悟 他一扫病痛带来的抑郁 明白全都是咎由自取 因果报应 从此 在配合医生治疗的情况下 张居士开始忏悔自己过去世的恶行 继续更加精进地念诵地藏菩萨圣号 他对地藏菩萨再没有疑惑 充满了绝对的信任 与原来不同的是 这次的信任不是盲目的 是积极的 是理性的 坚定不退转的 在张居士精进念诵和积极治疗下 病情以医生都觉得非常顺利的速度好转着 顺利的不可思议 在此同时 张居士也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慈善事业 他家附近有一个小庙 张居士在地藏菩萨圣诞这天 正式去庙里做了皈依 从此逢年过节跟住庙里的居士一起放生 或者做力所能及的慈善 他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多余的人 因为他有希望 有憧憬 有地藏菩萨无二无别的爱与祝福 现在看到张居士 你一定想不到这个宽厚温和 热心助人的男人曾经郁郁寡欢 痛苦到想自杀 此刻的张居士 不仅干负水基本康复 而且身心灵也和以前完全不同 在单位还担任了一个小头头 这是以前绝对不敢想的 岁月给了他很烂的剧本 却被他谱写成精彩的命运赞歌 如果你的人生因为业力被阻挠 被拖累 最好的办法不是逃避他 而是面对他 因为你必须偿还 当你痛苦抵触的时候 痛的时间就会被无限地拉长 而当你心甘情愿接纳全部 偿还因果报应 愿意以更好的自己 回答轮回课题的时候 业力却以令人惊讶的速度 快速地流转 这就是宵夜的真正奥秘 也许你看不到自己的前世 也许你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 但只要当你愿意努力地精进 愿意改变自己 你所付出的一切 未来都会在某个时刻意外成熟 这就是佛门所讲的那四个字 功不堂捐 痛苦不全是痛苦 只有在痛苦中 我们才能和众生感同身受 你会像地藏菩萨一般 无二无别地向众生伸出你的双手 你的光辉 未来足以照亮众生 照亮这个世界 愿每个人都能和张居士一样 在自己的人生课题里 聊悟自己的道 用爱和智慧 谱写属于自己的光亮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3 3 4 4 4 5 5 6 6 6